烟头鱼臭脚齐飞酸菜共泥水一色 一脚土坑酸菜坑了两桶面 但其实在十年前 这酸臭还曾经是康师傅与统一大战当中的关键主持 相爱相杀刀光剑影三十年 康师傅与统一的泡面大战呢 也是一场精彩分成的大戏 时间拨回到1992年 津津地区呢迎来了两位泡面高手 丐帮康师傅和老字号统一 为了赚点银子呢 他俩从美丽的宝岛台湾跋涉而来 但偏偏老乡见老乡 拔剑又弩张 老字号统一率先出招 把宝岛网红鲜虾面搬到了大陆 仗着有钱呢 直接建厂开始量产了 本以为能够先发制人 但是没有想到呢 鲜虾面水土不服啊 放了个哑炮 而对手康师傅虽然出身草莽 却内功深厚啊 他找了一千个人试吃样品 只要有人指出哪不满意 就有一个字 改终于炼成神功 红烧牛肉面 在那个大陆的泡面配料里 只有一包椒盐粉的年代 有酱料 有菜包的康师傅 给江湖众人展示了什么叫美人挂面 一招就把对手们打飞五米 像话一样挂在了墙上 据说呢 在天津的订购会上 康师傅拿到的订单量呢 需要工厂24小时不眠不休的生产 三个月才能够交货 当年销量更是直接破亿 在下海淘金盛行的九十年代 绿皮火车蛇皮麻袋 桶装泡面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于是呢 康师傅也丐帮变土豪啊 成为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方便面公司 四年之后 上市香港坐稳了中国面王的霸主交易 本以为面霸之争就此落幕 一谈酸菜的出现 却让方便面江湖呢 再度掀起了腥风血雨 中国人对酸菜和众口的喜爱呢 向来专一 直到今天 川菜螺丝粉也是大家的心头好 而在2008年 酸菜就是这制胜的一招 那一年的统一市场占有率呢 跌到了第四 不仅没有干过老对手康师傅 还输给了初出茅庐的金麦郎和白相 水到绝境成飞铺 面到绝境是重生啊 统一兵行险招 倾注资源把面向穿鱼的老檀酸菜 向全国进行了推广 一战成名的俗套剧情 在方便面江湖再度上演了 险中求胜的背后是当年4万亿 带动基建如火如荼 工地标配力少不了老干妈 茯林榨菜和老檀酸菜牛肉面 站在酸菜风口的统一 自然也飞上了天 第一年单品狂澜5亿元 第二年创下20亿销售佳季 不仅一举夺回行业第二的地位 而且开始围猎康师傅的江湖地盘 与后者的红烧牛肉面搬起了手腕 眼见霸主地位不保了 这康师傅也着急了 秉持着打不过就拿来的主意 康师傅推出了与老檀酸菜面 只有一字之差的陈檀酸菜面 正面碰瓷统一 后来索性就丢掉了节操 直接把名字改成了老檀酸菜面 这统一气急了 花重金派了一个广告片 去嘲讽了康师傅 有人模仿我的脸 还有人模仿我的面 康师傅也不甘示弱 不止杀人还要诛心 不止酸爽 康师傅老谈更爽 这两桶面在广告语上的斗争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它是垃圾 这康来同网的营销较量之下 酸菜牛肉面那就更火了 2012年酸菜口味在方便面 所有品类当中的占品的提高到了14.7% 超越香辣牛肉口味 成为辣口味市场的第一 与此同时 康师傅收复了江湖地盘 统一拿下了40亿的单品年销售额 看似热闹非凡 但谁能够想到 这会是泡面江湖帝国的余晖呢 2013年两面鹤枪实弹 也学人烧钱 贴身肉搏搞起了价格战 你搭个泡面碗 我就送你根火腿肠 反正就是一句话 哥不能输 家大业大的两面不断的加码 目的呢只有一个 掐死对方 拿下霸主之位 在这场火拼之中呢 光是火腿肠就牺牲了40亿根 但是遗憾的是 当二面在小池塘里互相撕咬时 外面的江河湖海早就变天了 一黄一蓝 两小哥出场了 直接掀翻了整个摊子 2013年外卖行业兴起 动辄几十亿的烧钱大战 让泡面见识了什么才叫成年人的游戏 在几块钱一顿汉堡炸鸡的外卖面前 这区区41根火腿肠算得了什么呢 汤筒就这样被从未出现在敌人名单上的对手打得狼狈不看 2013年后方便面零售市场规模的增速就开始放缓 到2016年中国方便面年销量从462亿份跌至385亿份 跌幅是达到了17% 风云变换下老痰酸菜远去红烧牛肉杯割 当小黄小兰飞驰在大街小巷 当绿皮火车被高铁取代 当人们有钱了想要健康了 开始看不上5块钱的图片与食物不符的油炸面饼 属于康师傅和统一的武林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关注小瑶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